《欣语移动》 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 一点关怀 一点安慰 随传随到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欣语移动》APPs 免费取迎新礼品吧 他就说可能去一些很穷的地方 宣教的 很热 最热的时候43度 我们都是一边教书 一边托学生番教会 牧养青年人 其实小朋友都开始稳定 当然生活很舒服 但是心里面一直打算回泰国 那个呼召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 最主要泰南的福音是少很多 整个社会家长很多反对 老师反对 我们如果自己有一间基督教学校 那个环境就会好很多 我们都很希望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也都成为一个登台 这样用基督的爱照亮出去 这里是香港新界的匿源村 是沙田区开始发展成为新市镇 兴建的第一个公共屋邨 1975年正式入伙 这个喷水池就是匿源村的地标 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 李伟良就是在这个屋邨成长的 因为小时候 她的头像石头那样硬 又喜欢用头去攻击人 所以大家都叫她石仔 小时候她就去了哥哥读的那间小学的教会 参加主日学 也很好玩的 很多活动 又背圣经比赛 派礼物 那些导师很疼我们 我回到那年的十二月 我就信了耶稣 那个牧师说人有罪 我明白我真的有罪 举手决志 我举手留着眼泪 顺着 后来就一般乌村仔 我们就学坏了 讲粗口 打架 去超市偷东西 到四年班的时候 因为人都变了 就没有再回教会 中一的时候 就进入了女命财中学 一开学十月就报道会了 都是悔改 戒那些坏习惯 第一届讲粗口 讲一句 掌嘴一下 掌嘴一年之后 慢慢改变 那时还赌钱 但都是在信仰的改变 看下回教会回来之后 这个喜好完全不同了 上下一步一步地改变自己 石仔和太太韩玉 现在是泰国的宣教士 今天回来他们毕业的 香港中文大学 旧地重游 当年韩玉认识石仔 就是在中文系的基督徒团契 跟他们一起查经一年 其实那个过程里 都不太明白 他们经常说你信没有 我看不到 没有体会 怎么信呢 有一次 就是整班同学 一起去看那个芭蕾舞 看到很晚 石仔就要送我回家 大家分配了 我就说你不用送了 很客气的嘛 不要啦送啦 每一个站都说你回去吧 他又不回 去到最后的站 我住柴湾的 我说你不要出门了 走啦 整个过程里我发觉 我心里面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他不走 其实我是不想让他知道 我住在没有屋区 那一刻我很明白 其实是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虚荣 虚荣心 对了 虚荣心 令到我这样 就不可以向我的朋友 坦白 那样东西我很自责 所以我那晚就去 同时我一说 如果你在这里 把我这些污蔚的东西洗去 那一刻就觉得 全身有一股暖流 就进了来 突然间就轻松了 有一句说话就是 我都赦免了你了 没有人可以再责备你了 你自己也不要责备自己了 那个声音是很震撼的 对我来说 就觉得 哇 神真的跟我说话吗 回去教会再读圣经的时候 原来发觉圣经里面有这么写的 对我来说 旭信了主之后 去到我们二年班 我觉得这日姐妹也很好 大家等了一个多月 分别讨告 所以我们也很平安 希望我们要走在一起 决定了我们在这里定情 第二天 她就说 我打算要去宣教 可能去一些很穷的地方 去传福音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 我想都是不要开始了 然后我说 什么只有你有吗 我都有的 其实当我一信了主的时候 我的感动是很大 很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人 所以我已经立志要传福音了 我们当年是90年的时候在这里定情 96年在宣教之前我们就结婚了 石仔和韩玉结婚之后就决定去海外宣教 虽然他们双方家人都反对 不过在他们努力游说之下 终于踏上了宣教之路 去到泰国北部的村立 他们在泰国经历了四年的农村宣教生活 后来将一些经验都收落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之中 很热 最热的时候43度 整条村只有一部冷气 3000天 所以我们没有冷气 住什么地方呢 一间幼稚园荒废的货室 间四分之一格 成为我们两个人的房间 百多尺的地方 包括厕所 没有厨房 我们就要自己去买那些升盘 买一个炉 放在露台上 但没有地方去水 就自己摘一条管 留到厕所 所以阿佑一边煮饭 我一边洗澡的时候 脚底就留一些冷饭菜汁 有很多银 路又是泥路 去到一个乡村的世界 很大的体验 学泰文 学第一班 未完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下一班留班 我不擠 我不留 因为老婆又可以升班 是吗 就是硬让我升班 其实学语员对我来说是难的 即是河洞治愈的人 突然在一个地方 你连最简单的东西都表达不到 对于你的自尊是一个考验 是呀 他读得很辛苦 不过他比我更努力 就是他很努力 他永远默书都会比我更努力 我记得有一次默书 我温了整五个小时 我发现原来他印多了一页 重复一样 我很开心 然后把一页重复一页 就撕下来接飞机 把飞机打算飞出去 接着来看 谁知道一跑的时候 我的脚就终于滚水的线 然后滚水又倒下了 我跟在它后面 然后煲水整个煲水淋在我的脚上 即时辣伤了 对呀 被泰民烫伤 对于我来说 这些艰苦是可以接受的 开心就开心在 我们会教书跟小朋友在一起 看到他们有进步的时候 是会很开心很没中 在泰国教书就跟香港很不同 他们就比较接受 在考试、默书当中 互相帮助 提供答案给对方 他们不觉得是一件错事 我去抓他们的时候 我就成为一个罪人 从来没有老师会这样做的人 即是这位阿美同学 结果他生气了我 教书我们也有那种精神 我们对的东西也继续做 继续用爱等待他们 也很感谢主 即是阿美到我有次坐飞机回来 他又去接机 到我生日的时候 又做蛋糕走来教会找我 就和他慶祝生日 也会吓死我 他过了一些事之后 他想起来 他觉得这个老师真是教给他中文 真是爱他们 后来就变成一个同学关系 很好的同学 都是因为这样 我们会指正他们的不合适时 他就会生气你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 他又是这样生气我 我那次就哭得很紧要 他说的话就会令我很伤心 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就等他中学毕业了 他又回头成为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这件事我们觉得 其实你做对的事 他是知道 虽然他当时会反对你 但是当他成熟的时候 他想起到今时今日 他都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我们都是一边教书 一边大学生翻教会 牧养青年人 但是发觉要见门徒 都不容易 我们那个乡村教会 不是没有人回来的 因为我们有些慈善的活动 就是他们领了一些帮助之后 他们就要回来教会报道一下 结果那些团契都是报道的人 其实很无心的 我们就有个叫做 所谓的结症圣殿的活动 就说 如果你是因为要有这些慈善 领了一些津贴 你回来 其实就回早上就行了 下午那些我们就自愿的 就变成了 就只是说有心才回来 第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 就只有九个十个 我们开始真实的敬拜 用心来唱歌敬拜神 开始真是教导 给一些栽培过程建立 慢慢这些人 他又变成了有质素的门徒 那些人知道又回来了 又不是初头那一班 是本来没有领这些津贴的人 都因为他们关系底下 就带回来 结果后来 就那个团契 去回四五十人 到今天都有些传道人 在那里出来 现在在泰国还跟我们有联络 一起在不同地方 一起侍奉神 在泰北宣教四年之后 回到香港 石仔去到自己毕业的中学教书 而传福音依然是他很体重的事 例如一课是用十二节教完的 通常我十一节就教完的 十二节 阿sir和他们唱歌 讲故事好不好 一定好的 就是和他们传福音 叫他们举手决志 那些学生差不多全班决志 我教的那些都是初中 当耶稣生命入到去改变他 这是很开心的事 我自己带足球队 开球之前就说 大家来一起祈祷 有时我忘记了 想着哪个出哪个做校表 阿sir 快点祈祷 这样会提回我 然后结束一季 我就在自己教会 就开足球队的欢迎会 就请他们回来吃东西 开派对 整个足球队就留在这儿了 我自己做班主任的这班 通常有四十个 有三十个回来我自己教会 一堆人回来很开心 我记得我教中三的时候 开学之前 社工就来找我了一年 这个学生有很多问题 他就戒手 又裙同党 开学的时候你要看着他 我一开学我就特别留意他 给他多点关心 又跟他聊天 最重要是带回教会 一回到教会 在正路当中 他整个人就变了 到今天 他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叫门徒 现在他跟着我去泰南宣教一家 石仔一边工作 一边努力传福音 在后来他写的一本书 《还我教会》里面 就很强调建立教会 是信徒的责任 不是单靠牧者 所以他自己就身体力行 实践这个理念 而教会也因此得到增长 特别是青少年团契方面 我们的青少年团契 就是十年做了 都是十个 在三年之间 由十个人增长到一百个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不够位 因为我们初头在幼稚园聚会 我们最多就走去沙田的中央公园 全盛时期十几二十左右 当时虽然是少少艰苦 忙 甚至教会没有地方 到处走 但是我们很开心 石仔和太太教书四年之后 一起转到教育局工作 他们有两个子女 亦在香港有高薪厚绩 和舒适的生活 但是并没有令他们 忘记海外宣教的使命 我个儿子也三岁 那时候觉得 其实小孩也开始稳定 我们自己当然生活很舒服 但是心里面一直打算回泰国 那个枯照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想都应该走 教会就会鼓励我们 做宣教士要去读神学 当时我们就决定去一些 真的有很多宣教士 可以传到经验给我们的地方读 所以我们就选了去美国 我们的老师 过半都是退休的宣教士 有经验有学术 一堂两个钟 教完一个钟一个钟 都是大家互相问问题的 那变成我自己在里面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是一个适合我自己学习的环境 都很感谢神教 那几年美国很开心的 我们带着小孩去美国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一个三岁一个五岁 两个都很快就掌握了英文 在美国的学校是鼓励学生阅读的 看图书馆消磨一天 接着就搬成百本书 美国的图书馆可以借很多本书 一百本 不是百本 是一百本 那一到放假 就一家四口就 就拿着车去国家公园去露营 去到大自然里面 整个人融了进去 一家人很简朴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在美国四年 石仔和韩玉 完成了宣教课程的学习之后 又要离开安舒的环境 去到宣教工厂 过一些较为艰阔的生活 今次他们选择去到泰国的南部 最主要泰南的福音是少很多 泰国整国大概0.70.8%的基督徒 泰国某些地方 譬如青蛙有5%的图乌王 但是泰南是很少的 我们去到斯拉坦尼 最初去到的时候 大概0.2% 整个省一百万人口 就只有我们一家 即是宣教士家庭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原因就是这样 第二次我们决定是 双职宣教 我们衣食住行 就自己供养自己 但仍然是全心去建立教会 去传福音 在泰南的时候 都是自己找工作 我一直都教书 有哪一家学校请 就去哪一家学校教 我会和我的学生分享信仰 当他们有兴趣的时候 会带领他们一起查经 我们在那里用信徒的身份 入婆校教书 带学生信主 建立教会都很努力 但是做了六年其实都没什么起色 信耶稣的人有 但是留在这里的人少 有些人留不长 我们年纪就有这么上下 慢慢年日过去 到了第六年的时候 是有一些要撕退 由于石仔和韩旭传福音的对象 主要都是学生和青少年 但是在他们成长的学校 和社会里面 充满了泰国的传统宗教文化 根本很难接受其他宗教 所以石仔和韩旭 就是一个梦想的工程 希望将来可以扭转这个困局 我正在教一间私立中学 我刚刚倒闭 管理不善 其实我们在泰国也很久 我们是教育界 我们觉得其实 教育校我们搞得更好 我们搞得更好 更尽心 还有整个社会 家长很多反对 老师反对 我们若果自己有一间 基督教学校 变成了环境就会好很多 我打个电话 他说阿旭 你说想开学校 我们买了这间学校 梦就由这样开始 我们就开始发开校的梦 未有真正行动之前 我们都会想想 要不要买地起身 因为发现旧的 一来它价钱贵 二来其实很多设施都旧 不过在市中心又塞车 所以我们想不想 不如自己建一间 就开始发起学校的梦 我们都很希望 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能够带着基督的爱 基督的价值 基督的文化 来影响这些少年人 一直成长长大 甚至信耶稣 他们都可以带着这个文化 这个基督的价值 他们再去影响其他人 譬如他们毕业之后 他们去到社会的工作 而本身一个基督教学校 在那个城市 也都成为一个登台 用基督的爱照亮出去 以基督的文化再去影响出去 我们都盼望在学校 可以有一间教会 不仅是这些年轻人 也还有他们的家人 都可以去信耶稣的时候 那个影响更加阔 很盼望整个泰国 都可以认识基督 为了将梦想变为事实 石仔和寒玉 努力去筹募经费 进行建校的计划 他们经过当年奔跑 最近一次回到香港 就带来了古墓人心的消息 在这几年之间 由警察会认定 到有基督徒的生意人 投资者一起参与 整体教会认定这件事 一起去捐献 去买地 到又有建筑界的桥楚 在香港支持这个计划 做我们的advisor 到最近我们找到国际学校 鼎鼎有名的校长 愿意来到我们一起去和我们开校 等等 看到上帝一直带领这件事 所以现在这件事 都是实际有了五六碟 我们正在要将这个梦 打造为一个触摸得到的实体 我们希望有五百个学生 有七年的时间在这里 可以接受一个全人的 基督教教育 可以在这个好的土壤里面 分图被建立成为优质的门徒 他们又得到优质的教育 我们希望联储校就是一间教会 教会亦都是开放给整个城市 将我们这十年来 一直建立的有些小小的 我们的兄姐妹最合一间教会 当然是我们的梦 现在应该在2023年的8月开学 我们现在在筹最后的资金 以此我们可以做到建筑 我们的学校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 可以去开学 这个是大使命 泰文版 其实里面就讲到 所以我们要虚 使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正是上帝呼召我一生所做的事 未来的十年 我仍然会来在泰国 建立这间基督教育国际学校 希望在一个全人教育的环境当中 提供优质的教育给他们 又建立一些很精彩的年轻人 又持守真道 有正义 有爱 将和平 将福气 将公义 都带给下一个世代 在现代社会 很多人都将人生目标 放在追求物质生活上 大石仔和寒玉 就将生命 贡献在培育下一代的工作上 而且感到满足快乐 你今天又将自己的人生目标 放在什么事情上 你感到满足吗 盼望你都尝试认识基督信仰 或者你会找到 令你活得更丰盛的人生方向 盼望你 撇弃今我所拥有 信靠主永没退后 为你祝福我四周 实践主使命 实践主使命 成就在你手 面对我身边痴呎 揭力去关心 若见到伤心抚困 而联盟的爱靠近 愿我把心志思维都更深 要尽会客情救怀怀 愿我感到 多谢大家收看《恩雨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